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 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讨一些香港 现时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真真正正能够解决到问题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 是批评一些事件 或者政府所做的事 某机构某人 做事做得不好 大家就骂一餐 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密一点 讨论一下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一个香港 希望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做到什么 令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解决 即是说 如果你是特首 或者是那位负责人 你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在节目的 我们很希望大家 如果有时间可以打个电话 和我们一起谈一下 电话是23854492 或者可以用ICQ的方法 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我们ICQ的号码是308084705 再说一次 电话号码是23854492 ICQ的号码是308084705 今晚和我一起讨论 做这个节目 有马国辉 大家好 又一个星期了 金铭言刚刚有时要出差 不在香港 所以今晚只是我和马国辉 一起和大家讨论一下香港的问题 好 医生 今天好像是不是我们有两个主要的题目 我们起码是有两个地方 我们可以深密一些去看看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上一次都说出 其实全世界最危险的医疗 当然不是自然医疗 其实是我们原始香港政府 全力资助的所谓西医的对抗性医疗 这个数据都大家提出 其实不是我们作的 基本上在外国医院有三位西医博士 两位博士 是根据150多个医学文献的数据加出来的 好了 我们说 自然医疗不是很危险 其实有没有这些方面的资料呢 对于自然疗法那方面 有一个正面的统计 或者是深入的了解一些报告呢 是的 其实这些资料都是刚刚的 我都在网上收到这个讯息的 其实在纽西兰呢 最近就面对一个 香港面对的相似的问题的 其实在全世界有一种这样的趋势 将很多国际性的某些国家做的手法 就要我们叫做harmonize 就是协调其他国家都应该跟随的 在澳洲和纽西兰相比呢 澳洲是很多这些这样的医疗的条例 是令到很多人的医疗的选择 尤其是用自然医疗的工具 是很多局限的 包括它已经有些所谓的药物的管制 营养素的 营养产品的管制 它正当药的管制 也有很多医疗仪器 以及你能够做些什么 讲些什么 其实都是很局限的 但是纽西兰不同的 纽西兰在这方面呢 可以这么说 是相对上是开放很多的 也有很多无谓这些 就是很少这些无谓的条例 好了 当然了 他们都希望 是将纽西兰都收复它 永远的借口很简单 harmonize 协调是很好的 那个字眼很好听 就是跟澳洲一起看齐 不如你都要开始用一些 跟澳洲 我们成立一个共通的条例 就是大家两个国家都一起用的 就不是你有你的条例 我有我的条例 是这样 好了 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是吧 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 那当然了 这个问题的原因都说 就是很多次 医疗的产品 维他命 抗物盐 可能都有危险的嘛 所以我们就要管制它 好了 那纽西兰政府 于是就委派了 他们的内部 是验尸官 就是有个验尸部门 研究一些纽西兰人的死因 那他就委派了 那个部门 那个Acting Head 那这位呢 是Dr. Wallace Bain B-A-I-N 很有趣 他本身是一个药剂师 也本身也是一个律师 那他就负起这个任务呢 就去看一下 到底在纽西兰呢 自然医疗的工业 到底是否安全呢 最最最容易看的方法呢 就是看一下 验尸报告 是不是 纽西兰这么多年来 那个有些人是怎样死啊 死亡里面呢 有没有那些人呢 是因为吃了一些维他命啊 或者矿物盐啊 或者某些自然医疗的产品 而死亡的 那意思是呢 他就叫他的部门呢 验尸部门呢 验尸官的Corona Corona那里呢 那就是 直接看一下 就是你到底你帮他调查一下 到底有几多人呢 在纽西兰呢 是因为这些这样的工具啊 自然的产品呢 而死亡的 那他发现呢 结果他发现出来呢 他说呢 其实呢 他是过去这么多年来 有纪录以来呢 是死亡是零的 因为这些自然的疗 就是治疗的工具 或者方法呢 是导致纽西兰人死亡呢 是零 就是半个都没有 是一个都没有 他很佩服他啊 第一就是 我想纽西兰当局 做这个调查的事 又面对压力都会很大 因为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吉士 去 这么持平去做这个report 不是这么容易的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合乎常理的 对不对 就是你说 我们怀疑 那这些工具是很危险的 那就是我们要立例 那其实作为一个负责人的政府 其实 一个是很合乎的常理 应该去做一做嘛 那多危险呢 到底有哪个人死呢 那他们是有这些数据的嘛 那所以他们就做一做咯 那只不过 我不知道香港就 香港政府就好像没有人 没有人 最后都不敢说出来 我都想知道 就是香港呢 到底有哪些人呢 是死在这些这样的 譬如中草药啊 或者西草药啊 或者同样疗化的疗剂啊 或者是维他命 抗密研啊 有没有过去 有没有人死在这里呢 我相信呢 如果我们香港人 香港政府 真的有吉士去做这件事呢 那结果是一定是一样的 是零 是从来没有人 是死在这些这样的 自然医疗的工具里面的 他们会怀疑的 可能然后就 就给那个报纸报导一下 怀疑这样 是 但是上一次我 阿doctor 上一次我 上个礼拜 在以色列有四个人 注射了疫苗之后呢 是呀 死了的嘛 那我听到 阿龙兰洛医生 在电视那里说 他就说 死了四个人 是 但是他觉得 不是很大问题 这个当然我也相信是 当然不可以直接 把它联系在一起 但是 还是当西医学 西医界 对上一次说 那个碗腸发生的事 有时的说法又不是这样 是的 完全的态度 是说法不同的 就是他们说 这个 那四个人 他说他们本身有很多病的 是不是 他又有心脏病 然后又有 就是有血压高 就是他本身是病患者 其实呢 我们经常叫那些人 打针打针 主要那个 那个所谓的对象 都是有些人 年纪大的人 有慢性病的病人 那这些是我们的对象 好了 那打针了针之后 然后死了 不是一个 不是两个 不是三个 不是四个 那么他都简单说呢 他本身都有病的 是不是 就是跟那个疫苗注射 是无关的 好了 你看看世界卫生组织的反应 怎么样 他还要你呢 是快快追追加紧 做多些疫苗 那其实疫苗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课题 那我们今晚看看有没有时间 我会和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没有呢 我会下一次 因为背后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那也有很多新的书籍 在外国 有很多是外国的西医社的 那就是解释呢 就是那个流感的疫苗 针本身的问题 那流感是什么回事 那其实很多年前呢 在香港呢 我都在这方面 我都发表过不同的文章 那也是在外面公开财务场合呢 我都说过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那也是即时录影的 就是我讲的东西 我不怕我是讲的 我录影给你看 那我当时呢 将这些录影带 即送到很多 是给香港的立法部议员的 那我觉得呢 始终呢 我们要多些给个真相 让别人知道 那我刚才都跟你讲 我最近介绍了一本书 《Threatonomics》 对不对 那《Threatonomics》 那《Threatonomics》 整天强调一件事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会容易被人蒙蔽 还有为什么被一些所谓的专家骗呢 其实主要是资讯的 不对称的问题 那其实很多问题呢 只要在资讯上是开放一点 那些人有机会看到 就是那个正确的资料 一规传炮 是的 那变了我们香港人 就会想这个方法了 就是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 或者被人吓死 或者被人吓死 那本书呢 我觉得呢 就是这位作者呢 是拿到那个 就是相似于诺贝尔奖的 他比40岁以下的科学家 那我这本书呢 是真的很值得的 因为其实你看回历年来呢 很多拿诺贝尔奖的 所谓科学家所做的发明的东西呢 其实很多时候对人类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贡献的 我反而觉得这本书呢 就是一本简简单单 然后75元英文版 25元 就是那个大陆版 那里面的资料呢 如果我们香港人真的去看之后 而明白到呢 你会看到呢 其实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上 遇到一些问题呢 都很容易可以看得穿的 那这本书呢 就是市面还有得买啦 那叫做Freakonomics啦 或者那个大陆版 叫做《魔鬼的经济》 那台湾版呢 就是《苹果的经济》 那好了 那这个报告 那就是 虽然没有人死啦 是不是 但是也同时发现了些什么呢 那Dr.Bain呢 他就说呢 他只能够 他发现了几样东西 他说其中呢 就有一个三岁的小孩 因为呢 就在2003年呢 是吞食了一粒很大粒的维他命丸 那就逐轻死了 是 就是他近死了 那就是你不可以说 不吃就不会死了 是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不是维他命丸 那个问题呢 只不过一个小朋友 就是 你吃些什么东西 吃些大粒的东西 不小心都会会绝生啦 那第二个呢 他看到呢 他说呢 有一位女士 她是在她 她第三个怀孕的时候 发现呢 她出现 她的胚胎呢 出现了一种问题 就是那个 脊椎是不符合 英文叫做Spina Bifida 那他于是乎呢 觉得 于生出的胚胎 有点缺陷呢 那他不如呢 就提早呢 是将他 就是就是 就是多了胎 就算了 那样 那 那 结果发现呢 其实呢 这位女士呢 其实他都在吃一种叫做叶酸的 那因为叶酸呢 在医学上呢 已经证实呢 如果孕妇呢 因为叶酸不足呢 有机会呢 是出现这种 就是脊椎不符合的问题的 那他就在吃中的 不过他吃的份量不够 他吃了三百个mg而已 一天 其实应该的建议在怀孕的妇人 在这个怀孕期间呢 所吃的份量呢 是应该八百个mg一天的 那他只不过吃的份量不够 那便被发现有这个问题了 那他就 因此呢 就 就是 就是 流了产 那样 那另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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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呢 他说呢 有 有 个 男士 那 他呢 就是死在 一个 就是 就是 非病毒性的 那个肝炎 那个 那个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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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但虽然是这样呢 他们都将这个产品 是禁止了 是 那么 直至到 就是我们对这个产品 和肝炎的毒性的问题 那么 我 就是 他们 遇到这个问题呢 他们对付的手法就是这样 虽然呢 他没有办法证实得到 是 和这个 这些草药 和肝炎的问题 但很明显 这些草药 在印度一定用得很久的 是 是不是 他不是第一个用的 如果这些问题有 是老早已经出现了 好了 那我们看回了 那你认识你那四个 他还要 辩护是不关他们的事的 不关这个疫苗注射的事 那么 世界卫生组织 还要呼吁做多些 做快些 就是 你看看 我们这两个 香港人应该明显点去看看 背后 到底他们在维护什么呢 是不是 他们在维护一般人的健康呢 或者保障呢 或者 然后 药厂的 疫苗 药厂的最终利益呢 好了 那 这个研书官 他也有再看看 他也有些 就是 看一下 有些人去开派对 吃派对 吃派对 派对 那些叫做 recreational drugs 肥头丸 结果有些什么问题 那 其实他可以这样说 他找出来 是看到 是没有人死在维他命 抗物盐 或者任何的 自然的 草盆的 用品 是 而 其他那些都是那些很零碎 那些很 很小事件的 那 他很厉害 他说 他说 相比之下 他就看一下 是1998年 死亡 当然 他当时 他的最新的资料 都是1998年 是因为药物 因为那些西药 导致的死亡 是有多少呢 在纽西兰呢 就有1524 纽西兰的人 的死亡 是跟这些药物的 副作用有关 另外 有422 纽西兰的人 是死在 因为医生的 失误 或者医疗人员的 失误 导致医疗上的创伤 是导致他死亡的 那就是 他们的报告已经看到 真正正正 杀死纽西兰的人 是差不多可以说 有成 有成 5746人 是死在医疗方面的 好了 那这个是纽西兰的资料 那Dr. Bain呢 跟着去看看 到底在澳洲 那个情况怎么样呢 那他就引述 澳洲有一个报告 有一个研究呢 他说法国呢 在澳洲呢 每10个人 去找一个 就是家庭 或者普通医生 有一个人呢 是会 过程里面呢 是出现 药物西药的副作用的 在六个月里面 就是你看过 那其实呢 有50%这些人呢 那个问题呢 是中度或者很严重 那其中8%的人呢 是因此呢 是要入医院留院的 那都挺严重的 十个有一个 十个有一个 不是一百万个有一个 通常呢 有时候在遇到这些数据呢 西医生都说 一百万分之一 那这个是纽西兰的报告呢 是指数十个有一个 好了 那他出现的问题呢 是一半呢 是以上是很严重的 中度和严重 那好了 那在纽西兰呢 亦都相似的报告呢 在2006年7月份的 那他当时呢 这个报告呢 亦都给 那个国会的 那个健康小组里面去看 那他说呢 过去发言的 的资料呢 看到呢 其实呢 因为在医院里面 住院感染的问题 或者药物的错误 或者是 医务人员的错误呢 是令到那个国家呢 每年呢 是要花费了 八千七百万元 一年 那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说纽西兰的 那纽西兰指的是 八千七百万元一年 那这个当然呢 是令到那个 那个卫生局长 是八亿七千万元 八亿七千万元 八亿八二十 sorry 八亿七千万元 八亿七千万元 那他说呢 那他说呢 那于是呢 呢 那当然呢 那个 那个卫生部长 很震惊吧 那我们一定 不可以 要 这个问题 一定要切法减低 那样 那也都可以看到呢 这个报告呢 是看出来呢 根本这些问题呢 全部都是西弱做出来的 八亿七千万元 一年 纽西兰 纽西兰指 那接着 Dr.Bain呢 就报告呢 也都提及了 在美国呢 有同样的报道 那样 那他说呢 是因为医疗的错误 是导致那个 在医院里面 的医 美国医院里面的医疗错误呢 是每年呢 是花费到纳税人呢 消费者呢 是十五亿 十五亿 十五亿美元 OK 那这个报告也是显示呢 这些这样的 医生配方的 正确配方的药呢 的错误呢 是令到一个人 在医院里面的死亡 那个危机呢 是加倍了的 那他另外一个 报告呢 的研究呢 发现呢 这种这样的 每一宗 因为药物的引起来的 不良的作用呢 是导致呢 那些人在医院里面呢 所花费的的 的的的 的费用呢 是二千五百美元 是一宗 一宗 因为医生 弄错了些东西 那你就要 要用多二千五百元 还没计到 身心的創伤 别说死亡啦 死死在他手上啦 那好了 那他跟着呢 这个报告 这是纽西兰自己的官方报告来的 那他呢 估计呢 在美国的医院里面 因为药物的相关的创伤或者死亡呢 是差不多呢 是会花费美金是七百六十六亿美元 是 那是多个呢 是三倍呢 是于我们因为美国人要医那个糖尿病 所需要的费用 是 即是说呢 因为医院里面住院期间出现那些药物 或者创造出来的医疗费用呢 是七百六十六亿 是三倍于美国人 美国要照顾那些糖尿病人的费用 那 最近香港就有一个报告呢 就说香港糖尿病人越来越多啦 越来越轻化啦 那而他对我们那个医疗的开招呢 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啦 那你想办法呢 可不可以减低它呀 那这样 那你看下呢 根本这个是只不过 是因为医疗的事故的问题呢 是三分之一的 真真正正要省钱的地方呢 我就就很明显呢 我们应该用一些 安全一点的自然医疗的方法啦 是不是没有人死 健康一点的生活方式 健康一点的生活方式啦 那这个就是真正我们香港 要解决医疗问题的方向咯 那这些报告不是说没有出现 这是国家政府的报告来的 那为什么香港的政府 没有去看这些资料呢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要看到呢 在网上的人看到呢 而香港的卫生署 消费者委员会 一点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我相信他可能都有机会知道的 不过我想都知道都是不方便 是啦 可能说之后都觉得不方便说出来啦 好了 那就是最幽默的地方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说呢 我们要管制这些自然医疗的方法 自然医疗的用品 那因为呢 是为了公众的安全 和减低公众的危机的 那你看到呢 那我们所看到呢 根本呢 这些这样的医疗呢 对我们的 就是公众的健康上的危机 根本是完全是没有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危机的 真真正正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用那些西药 还有我们用医生开方的那些药 那他说呢 那他这个 除了在那个验尸局里面的死亡 那个数据看到 还有呢 他在文献上的看到呢 他说呢 根本呢 自然医疗的产品 和我们那个 就是公众的健康和危机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他有一个拉丁文的 那英文的意思呢 就说 of minimal risk importance 就是根本呢 根本呢 根本是微不足道的危机 在那里 那他说呢 他跟着说呢 他说我们的法律呢 是不应该呢 是 用在这些 关注这些 这么无聊的 这么小的问题 那这个报告呢 其实在网上呢 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会将这个报告呢 是会放在我们那个 Better Hong Kong 是 在Under医疗的文章里面 是 是 是 还有呢 你怎么可以 contact 这位 Dr. Bain 他有个电话在的 还有呢 你可以直接跟他谈的 是 他已经留了个电话 还有另外一个网上呢 我们这份资料呢 我们会放上去 哦 因为上次 我们上星期做完节目之后呢 我有个朋友 就打电话来问我 他说 上次我们说的资料 就是说十年死了 多少百万人 在美国 因为这个西方 所谓正统的 对抗性疗法 而死的人 有多少 他就很想知道 那个 那个原文 是 然后他就说 他就会把这个文件 就放在自己的网址 就是网址那里 让其他人多些知道 多些看到 其实我都鼓励 听众可以这样做 是 让多些人知道的资料 让他们自己决定 究竟 哪个方法 会是最好的 是 上次我们说的资料 是2004年3月份 的 Live Extension Foundation 在我们那个 香港更好的 大行动的网站 因为有个容易寄 是BetterHongKong.com 在医疗那里 我们也有个Lingage 因为他全文 都成二十多三十页 挺长的 所以他自己都 没有办法 在自己雜誌那里 登出来 他自己也是有 一个网上的资料 放在那里 那你想我们那个 BetterHongKong.com 由医疗那个 文章区 你可以Ling到去 Ling到这个 就是Death by Medicine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只把Ling 在网址那里就可以了 大家都可以 把这个Ling去多些地方 其实最近 就有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 就叫做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其中的作者 就是那篇文献 里面的五个作者 其中一位作者 她叫做 Dr. Caroline Dean Dr. Caroline Dean 其实是我的同学 我们在80年代 我们一起 读过同类疗法 她当时是我们的同学 我记忆中 她一个小小小的女士 西医很害羞 估不到 几年之后 她成为一个医疗的战士 捍卫医医疗选择的战士 所以人会变 很有趣的 你估不到 我当时 我完全都想不到 她结果会成为 她会写出这些书 成为一个 在北美洲 是相当出名的 我叫做 Health Freedom Fighter 她自己也是一位西医 很大的勇气 我想如果 你做得到这个位置 西医那里 很多人都会攻击你 甚至有时 会把你除牌 事实上 她是因为被人除牌 她结果在美国 她战斗美国的牌 她加拿大有牌 加拿大被人除了 为什么除了 因为她在公开场合 批评有一些 好像奶粉 不知什么的问题 或者她说糖的问题 她说 根本大部分人 如今时今日的文明病 最主要的元凶是糖 白糖 其实好像我这样的环境说 只不过一个电视台 一个小的节目 访问了她 她公开说这件事 接着 加拿大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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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她为何做这件事 因为她竞选失败了 她选不到总统 所以就做这件事 我觉得她做那件事 是更加有意义的 好 我说回来 为何自然医疗是如此安全 其实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看圣经 其实在圣经上 我们知道有十几种福音 不同版本的福音 全部都是记录当时耶稣基督的时迹 其中一本是叫《平安福音》 它叫《Gospel Icini Gospel》 在这本《平安福音》里面 早期原来在梵蒂冈的图书馆 就是埋藏了在这里 当时是用那些荒言写出来的 其实这是当时耶稣基督用的荒言 有一位学者 在法国 将这本书 翻译成法文 最近有人翻译成英文 这本书的书路很好 差不多是过百万本 你看到在《平安福音》里面的书 记载当时耶稣基督教的那些门徒 是如何进行保健、医病 他所提倡的方法 包括洗肠 用一个挖胸、一个壶 然后拿一些芦苇草 做个管 把水灌入大肠 他也会说一些 关于断食医疗的方法 或者食物的正确配搭 这些所提倡的方法 其实不折不扣 是全部自然医疗所说的方法 但很奇怪 虽然自然医疗是耶稣基督推药的一种医疗方法 但在香港或者世界各地 我们有很多宗教的团体 基督教、天主教都好 他们往往都是供应一些医疗服务 也会设立一些医院 都是西医的 但很奇怪 他们所用的医疗的提供 完全不是耶稣基督那种方法 他反而是全户獨孤一味 只是给你用西医的方法 有时我都会怀疑 为何现在的人有这么多病 教会里面 我也知道很多人有很多病 可能有些人因为有病 所以去教会那裡 希望由那边找到一些答案 好了 我们或者小休几分钟 接着我们会讨论大家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会讨论《绝望真相》的出气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又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了 下半段我们会集中讲下一部电影 叫做《绝望真相》 Dr.你已经看过了 我们上次的电影还没上画之前 我们都在这里介绍过 当然我们也有机会去看 我只看了一次 所以你再看两次吧? 是啊 很值得看的 讲一部电影之前 我想说 我看到有个现象 挺令人兴奋的 我看了第一次的时候 人不多 有些人看了一段酒 可能他觉得有点闷 到了第二次 我想再看的时候 我看12点 去右一城看 想着一定有位 我走过去买票 他说不好意思 他说今天刚刚有间学校 包了场 包了场去看 那就没办法了 然后我前一天又看了一次 那次我又问卖票的小井 其实有没有多不多人 或者学校会包了场去看电影 他说 都有四五间学校 包了场去看 而那天我看那天 第二次看的时候 都有几十个学生 有个船 带着他们来看 是 是 这个非常好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数字 那天大概 香港有五万人看了出气 大概有七千多个学生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 因为这出气 不要这么快落画 最好就是希望 香港有一间戏院 不断地播放 或者有一两场都不要紧 总之呢 是继续播放这出气 那香港呢 给多些机会 给香港人看到的 没错 他看到呢 他说呢 他们的收入呢 在那个播放 就是那一个礼拜呢 大概是一百四十万 左右 他说作为一个纪录片 是已经不错了 那当然啦 我觉得呢 香港五万人看 是不够 起码有五十万人 或者全部的香港人 都应该去看看 因为十一月二十一号 他就会有DVD 哦 十一月二十一号 是的 那你们大家 如果没看到电影的时候 可以买一套DVD回去 去看看 去了解一下 情况 其实这部电影带出的 信息给我 感觉就是 和我们之前 早三个月前 我们讨论那本书 《古老阳》的末日 是有少少相似的 其中的资料 但是他给我的印象 他的集中力 就是那个 水平线 水位上升的问题 当然这个 这个问题 不止那么简单 全球暖化问题 牵涉很多东西的 但是他似乎 着墨 就是说水位上升的问题 其中一个着墨 那或者我们可以 谈谈 他现在我们地球 本身 冰 最多的地方 其实就是 南极 南极州上面 它就 吻吻了我们地球 90%的冰 另外 那8% 就在北极 格铃南 那里 南极州 那个冰 那个 含量那么大 90% 因为它的冰 是在土地上面 如果你的冰 跌了海 就会令水位上升 北极上面都有冰 但是北极那些是浮冰 那些浮冰 那些浮冰 溶了 基本上水位不会上升 但是溶了 对生态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冰架的影响应该不大 但是后来发觉原来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是 他说 其实 南极州 西面 那个冰层 有 新英伦那么大 新英伦那么大 新英伦有多大 我看过 就是大约有170个香港 如果那里 那个冰 跌了到海 水位就会升20尺 20尺 对 只是那一块 那一块 那一块 是南极州其中一块很小的冰 问题就是 它什么时候会跌下去呢 就是很多不同的估计 你上到网上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资料 有些人说 基本上100年 都不会 要100年时间 正常的情况之下 正常用 它照估计 100年 但是通常 科学家都会被他自己的估计 嚇到 是不准的 因为他们有些事情 他们掌握不到 他们没有猜到 那个情况会发生 其中 那部戏里面说 有个情况 就是那些冰 正常来说 如果在外面那里用 就慢慢用 原来他们发觉 那些冰 在沿岸那里 当然在溶 但是在内陆里面的位置 就会出现一些 一个个孔 在一个维星看下来 一个个孔 原来那里就会溶 在中间那里溶 那些水 会流到冰的下层 基本上 科学家以为 下去会结冰 但谁知不是 他说 那些水流到冰 和地中间 那些水就会变成一个滋滑劑 令到它不确实 抓不住冰 抓不住地 那冰就会滲出大海洋 因为如果海边的冰 溶溶了 第一 对陆地的冰 支持已经少了 再加上 刚才说的情况 可以很快就会溶 即是如果真的这构大的冰 突然之间滲下去 滲下去而溶 因为大家如果有 中学读过的物理 都会知道 其实冰上面 暴露出来的是很少部分 可能大概3% 我忘记 仇兵就是 是的 所以有些人说法 我多数有这样的错觉 其实它融 其实水已经 大部分冰在下面 水位已经升定了 北极那里就是 是的 其实问题 就是原来南极的冰 在陆上 是的 不是在水里面 已经沉了 因为水面沉了 它令水位 不会升很多 但如果 那问题是在陆上的冰 那问题就是完全 不是这样 它真的每一构冰 掉下去 都会影响水位 我记住 它记录片里面 有很多是说 十年前和现在的 它已经很多很多地方 比如十年前 它的冰的位置 它的冰川的位置 还是满布很多地方 但是十年前 就看到 全部融掉了 就像很多香港男士的发线 一路向上移 一路向上移 你可以看到 它这类的问题 它给很清晰的资料 用画像也好 用它那个 它有很多 比如它梁那个 大气层那个 二氧化碳 是 它说 虽然我们过去 人类 在地球上 过去五十几亿下 我不记得 历史上 我都经历过很多 这些冰河时期 不是一次的 其实都试过好几次 每一次 在大自然里面 都会出现 可能几亿年出现一次 一个循环 它通常 就跟我们地球 那个核心 那个转移 突然之间 可能 在北边的地方 天气 突然之间 变得很冷 令到我们地球里面 那个海洋 那个暖流 停顿了 这个在我们上一出戏 明日之后 明日之后 那出戏 很戏剧化 让我们看到 这个可能会出现的现象 没错 它出戏都说过 其实这些东西 不是新的 过去都出现过 但是 今次的出戏 是人为的 是很大的 因为过去 我们看到的二氧化碳 都有这样高高低低 但是真的需要很多盐 很多千盐 万盐 出现的 但是今次 它给我们看到 我们量到大气层 这个二氧化碳 那个浓度 那个分量 是超标 都很厉害的 其中一幕 就是在大银幕里 那那个 戈尔前副总统 就站在一个 升降台那里 那它就跟着 这个二氧化碳的升标 它升降台 一路这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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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升过出过银幕的 所以你看到 这些资料 这个数据是真的 不是作出来的 那就是说 其实很多科学家 都很担心 这个温室效应 就是无可置疑是真的 那因为呢 我自己很记得 在十多年前 那我在那个 当时 我们在周庆祥 搞绿色力量里面 那也都很多人 我都谈论 那个天气污染 那个问题 那也都我记得 有一次 又听到有一位 是本地的科学家 那他就说出来 他说呢 其实呢 地球上不同地方 那些温度 其实是没有升度的 那他说呢 其实根本上 大家都会有 此起彼落 那麽多年里面 就是平均都是差不多 那我好记得 十多年前 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人 有一个讲过 但是我自己想一下 用自己的经验 就是我们记得 我们小时候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在学校呢 这个环境呢 很多时候呢 每一度冬天考试呢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手都硬了 我记得 就是你一下 你小我很多 就是我不知道 你当时有没有经验 我记得 八几年的时候 那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是七年年代 在香港读中学 那样 六几年就虽然 六几年 七年就我读大学 那我记得呢 真的 一冬天呢 我们的手 常常要搓手 要摆在袋子上 一考试的时候 就冬冰冰的 OK 好了 今时今日呢 我们完全没有这些 没有人有这些经验 是不是 那我记得 我自己是八七年 由加拿大 然后回到香港了 那我当时呢 我当时呢 我在中环呢 就是开诊所 那我当时 我自己的设计里面呢 我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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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通气度呢 我特意呢 是要加入一个 一个 一个暖管的 是 就是始终呢 冬天是冬的 那我不想那些病人呢 知道呢 做治疗的时候 那些病人的衣服呢 要除一部份 那会冬的嘛 那我记得呢 我当时呢 我特意呢 在我自己设计的诊所里面呢 我加了一些暖管里面的 好了 那跟着呢 我搬了去 铜锣湾 那一个大的地方 那我就 那我就 没有用这个方法 我只是呢 是觉得呢 在冬天需要呢 我就买很多些 这样的 每个小小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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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大家在科學界裏面 大家有沒有意義呢 有沒有有人認為不是的 這個事情不是真的正在發生的 結果他發現有幾篇文件 我不太記得 有很多篇文件 有九百多篇文件 科學雜誌 科學家其實是沒有人 沒有意義 unanimous 大家都同意 被溫室效應地球是真的暖回來的 但是很有趣 他看回傳媒 他搜集傳媒在這方面的報道是怎樣 他發現五五波 有些傳媒還認為這個不是正在發生 這是一個假象 我們不需要擔心 他看到傳媒所說的 和科學家所說的 是很不同的 這件事很有趣 因為他出戲也提及 其實很多科學家 說真相的科學家 都會被人圍剿 會被人等冬孤 那 你看回英文的名字 和中文的翻譯有少許不同 英文的翻譯有少許不同 英文的名字叫做 inconvenient true 其實直譯應該說是 不方便說的真相 是 難以啟齒 但是難以啟齒 不方便說出來的 好了 但是如果你內部科學家 真的去發表 走到公開場上說這件事 政府那些部門 是很不喜歡你說這件事 沒錯 其實看回溫度問題 其實今天是多少日 今天是十月二十七日 還有四天就是十一月 出街看到那些人還穿著一件T恤 是 這個很奇怪 還有我記得去年 和剛剛過了夏天 和去年夏天 真的熱到叫救命 我真的叫我媽媽 你千萬不要出街 因為實際太熱 那種熱法是 歐洲已經熱死了幾萬人 是 上一個熱狼 熱死了幾萬人 因為他們是沒有冷氣的 是沒有這個設備 很多都 你可以發現 如果以現在的趨勢 這樣熱下去 對南極的兵有什麼影響呢 南極的兵 除了大之外 的範圍很大 南極州很大 它的高度是 有兩里 兩里這麼高的那些兵 你可以想想 如果一塊 New England 這麼大的兵 真的滲了下去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水位升二十呎 二十呎 如果我們做一個模擬 舉例 他在戲裡面說得很清晰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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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升一度 他會用多些 他那個變化是一個 叫做指數變化 你去到某一個點 他的變化就會很急劇 很急劇 所以說 其實我們沒有人知道 究竟 哥爾的知不知道 或者 普通的科學家 就算很頂之科學家 他們都不可能預計到 究竟會什麼時候來 但是一個問題出現了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 但是似乎 他一定會來 我們政府是否需要應變的措施呢 萬一如果我們香港 舉個例子 升了二十呎 水位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政府會不會可以 應付到這個 人類歷史 或者這個文化 誕生以來 從未遇到過的大挑戰 就是有沒有想過任何的計劃 其實我們上次介紹過《魔鬼經濟》的本書 其實他提到一件事 很多時候 我們覺得危機感 是很多時候 視乎那個危機 出現得何時出現 它叫做imminency 即是如果它是集快出現 我們會覺得很害怕 譬如好像那個 那個 那個 恐怖分子做的事 為什麼其實 你一個人遇到恐怖分子的襲擊 而死亡的機會 是少到少到 真是一分之一 但是因為那種危機感 就好像隨時可能出現在你身上 所以我們是特別害怕的 相反地 我們很多人 是慢慢 就是幾十萬人 是死起心臟病 血壓的問題 這個是 每天都是在出現的 但是我們反而 都不覺得是什麼事 所以整個危機感 就是如果是 可能會隨時出現 我們就會特別害怕些 好了 遇到這個問題 到底什麼時候出現呢 我們那一齣戲都沒有什麼交代 有一次 你不是上次告訴我 你遇到 聽到有一個高人 他就好像說很快 他就這樣說 我相信他一成 我相信他一成 我沒辦法知道 但問題就是 萬一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你那二十呎的水位 你怎樣去處理呢 我只是估計到 第一 你會癱瘓了整個城市的基建 地鐵沒得用 電應該都沒有 因為那些電力一定不行 沒有電 沒有電就是沒有水 另外我們整個香港 是依靠金融服務業 旅遊業 很多這些服務性行業 這些基本上都會 基本上都會停止 那你怎樣去安頓這七百萬人呢 這個可能你聽到 會不會這麼誇張 當然大家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發生 那如果我說一百年之後 那你沒有什麼政府 有這麼長遠計劃 美國總統就四年都任了 一百年之後 那他怎樣呢 那現在跟你說什麼 他都不會 那你會看到的問題 到底什麼時候會發生 其實關鍵性很大 那我有一次 前幾天 我跟周遂祥 大家切頭說起 有人聽過 就說好像快快 好像二十二個月 那周遂祥說 是呀 這件事不是我們普通人說的 是根本 是太空署的科學家自己說的 是 好了 但當然了 所有的政府都被掩蓋它 那你想想 當然你是一個政府 如果這個危機是這樣的 那第一 你有什麼可以做 你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 似乎沒有什麼可以做 是吧 那你既然沒有什麼可以做 你說出來就很大件事 是吧 二十二個月 不是說一百年之後的事 是吧 一百年之後都算了 可能你的兒子都死了 你都沒見過你孫 你都沒什麼所謂 但如果真正正 這麼快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什麼想法呢 那麼其實呢 在那個出戲呢 也都說了一件事 他有一幕呢 就是說那個 第一次那個太空人 在上去太空呢 就拍到一個地球 一幅很漂亮的 沒錯 這個照片 地球的這幅相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被燈過很多次 是 最上燈的照片 但最後最後呢 可以看到一個這麼美麗的地球 它最後再重複 最後再重複 一路一路在太空向後退 那時候呢 你看到呢 在太空裏面呢 這個地球呢 是一粒蜜屎來的 就是說呢 這粒蜜屎撕掉它 迫一點 有什麼所謂呢 就是在我們的宇宙裏面呢 地球這麼薄一聲毀滅呢 就是 就是 沒有什麼的 是嗎 你只不過在宇宙裏面 一粒蜜屎來的 那其實最後呢 它那個幕呢 是真的 就是很 很有趣的 那個訊息呢 可以說呢 就是我們會做很多事情 我們有很多小問題 我們就是很執著 是 大概這樣說來講呢 在地球上呢 我們在宇宙裏面呢 地球一個小物 一毀滅 是真的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我始終覺得呢 我們 就是我們 如果我們相信 神創造這個地球 它怎樣創造 我們無從之道 是 那我覺得如果神呢 是一個智慧的神呢 它可能會給我們多次機會 就是呢 它不會突然之間 一個冰河時期 這樣死了 我們都會 就是香港人 然後燃到半熱 壓熱帶的動物 燃到適應的能力 一定很差 它可能會給我們多次機會 其實地球上呢 在歷史上都經歷過 譬如挪亞方舟這件事 其實中國都有歷史 都是同樣的事件 就是那個 鋁窩煉石補青天 其實是一個同樣的事情 不過大家 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說呢 就是洪水泛濫這個地球 其實是不會第一次出現的 我曾經試過的 那麼 那出氣裏面很狂出呢 它說呢 最近在那個 路易士安那製的颱風 Catrina 造出的災害 其實呢 它都已經分析了 現在的大自然那個 氣候的展變呢 是因為我們的溫室的問題 是導致這個颱風 是不可收拾的 而它記錄到 其實很多地方的颱風 那個風力 是遠超過過去的 那麼好了 我們最近那個 那個南亞島的海嘯 那麼我們都說 地球城包都有這些 這樣的地震 導致 那麼我完全都是 就是不會聯想到 跟這個溫室效應有關的 但當我們的水位 慢慢升給你看的時候 那就是你無可置疑 是 這個是真真正正 是這個 是由我們那個 我們過去的 行為 我們的文明 我們那個 濫用 浪費的能源 是做出來的 那麼可能呢 上低可能呢 就升一下 慢慢升一下 那麼等你 就再有機會去做一下 那當然 如果慢慢地升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 我們香港的命 起碼可以見那些堤壩 是不是 就是如果 你看著那個水位 升出來的時候 那慢慢都會 一然升一尺 或者一然升五寸六寸 那樣 那麼其實我都很想知道 這些數據 因為我有一次 我跟病人聊起來 他跟我說呢 他小時候很留意 是西環那裡的水位 那他最近發現 西環那裡的水位 是真的高了的 其實這些資料 香港政府一定有的 很多人都有這樣觀察到 很多人都有這樣觀察到 就是為什麼不照香港政府 看看 我們的水位 到底過去那十年二十年 升到多少呢 那可能升到一尺 那可以算過了 可能還有三十年 或者五十年之後 那我們就馬上 那會發生起那些水壩 那些水壩 那些什麼 那些提壩 那些 那些好像荷蘭 荷蘭國家都是 那些水位之下 那還有一些 那還有一些 那些機會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那但好啦 如果真的發生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我們叫做Wake Up Call 就是喚醒我們 我們的生活會怎樣呢?會大大地改變 是不是很絕望呢?其實都不是那麼絕望的 因為我最記得前一陣子在《明報》周刊那裡 看了一份報道介紹一位叫做紀鳴復的 其實是香港人,他在台灣生活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化學工程師 在台灣導入大學,去法國再讀進修碩士 接著在台灣一間很大的塑膠廠工作 在工作裏面,他已經看到地球的污染問題 我們文明生活的問題 他到四十幾歲的時候,他就放棄一切 他就去到台灣中部一個沿岸的地方 就開始過一個很簡樸的生活 他在海邊撿了那些浮木之處 就建了一間小屋 他完全是過一個,可以說他不用電 不用燈火,他亦都不用水喉 他在街市裏面,很多的菜販都被撕掉了 他就用那些方法去吃 他就過了很多十年了 他也有過萬人曾經去他那裏去經歷一下他 他這樣的生活是怎樣 他不是過萬人做到的 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 他說他當時放棄一切之後 他在銀行有幾十萬元 因為他這個生活 他每年所用的可能只有幾百元 所以他那幾十萬個存款 是不斷地離身 他是越來越有錢的 他是用一個很簡單 就是無憂無慮 他不用為兩餐拼命去做 拼命去捱 為甚麼呢 很多人都沒有自己的生活時間 他用這個方法 其實可以給我們香港人 一個借鏡 其實這類的生活 其實不是那麼不可行 其實我覺得內心的平安是最重要 無論發生甚麼事 希望都不要打擾到各位的內心的平安 那他最終最終呢 其實我們 我用回那個 《Freakonomic》那本書所講 其實很多地球上的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資訊 是不對稱的問題 那為甚麼那個出戲 最後都是要求我們 邀請鼓勵多些人看你出戲 那其實很多 我們因為沒有這個正確的資訊 導致到我們看地球的問題 是很歪曲的 那當然呢 亦有很多既得的因素 政治的因素 不希望你看得到 不希望你 即是這個真相 不希望你知道 因為實在呢 是難於啟齒 有口難言 這個是不方便講給聽的真相 但是呢 當然呢 這個真相這個資訊 我們沒有呢 我們會製造很多地球上人類的問題 那所以呢 簡單的方法 我們香港人每個人做得些甚麼呢 第一件事 自己去盡量去看這出戲 那DVD就快有的了 那有DVD看了之後呢 多些借給其他朋友看 沒錯 或者光顧他多些 當一個生日禮物也好 甚麼禮物呢 是給多些人知道 因為呢 其實呢 那地球的人類的意念 即是大家如果大家有共識 大家同樣的想法 是很容易 很快可以製造到我們 一個突然之間的集體的改變 沒錯 那我們可能呢 對很多的事物 很多的金錢上的爭 的看法 很快會一起會變 沒錯 那這個呢 就是 我覺得這出戲呢 是真的 再說一次 就希望大家多些去看 那DVD出的時候呢 我覺得可能還有得做的 那希望呢 在這方面呢 大家可以學到 拿到一些新的啟示 好了 那我的時間都夠了 那希望下個禮拜呢 和大家繼續 好 拜拜